大河长流水 青山游葱龙 8月17日下午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主办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协办的 永远的一条大河 乔宇先生思念会在北京举行 乔宇先生的家人 好友 同人齐聚于此 共同回顾乔宇先生的人生历程 回忆与乔老的相处点滴 2022年6月20日 著名词作家乔宇凌晨在北京逝世 享年95岁 其代表作让我们荡起双奖 我的祖国 难忘经销等经典歌曲 跨越年代和时空 在华人世界传唱而经久不衰 曾多次演唱乔老作品的 歌唱家毕竹健说 自己在1978年首次与乔老相识 40多年的情谊可谓是妄言之交 乔老的作品他从年轻唱到现在 年轻的时候也唱过荡起双奖 让我们荡起双奖 还有一条大河 那就是经常唱啊 跟乔老爷是酒有喝酒 我们曾经至少半斤八两的对过 对过多次吧 乔老爷他的歌里面有句舞的好奇 所以他才能写出朋友来了有好酒 这有感而发 乔宇一生创作了一千多首歌词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1956年夏天 乔宇受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邀请 为电影上甘岭创作歌词 因此有了《我的祖国》 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歌 谈起乔宇的词作 郁君健说 他的每一首歌词都是一首诗 每每演唱都令他受益匪浅 当你唱乔老爷的歌的时候 你就会明显地感到到一种文学的美 因为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道华香两岸 它完全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 它这词你过而不忘 一首好吃不一定是一首好词 一首好词必定是一首好诗 除了文学美以外 他还能给歌者得到一种修养 一种教养 一种素养 除了是词坛太斗 乔宇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一张张与家人们的温馨合照 展现了他温情顾家的一面 乔宇长子乔经说 父亲的颜传身教 养成了他喜欢看书阅读的习惯 长大后 乔经子成副业 也成为了一名词作家 相片从我记事以后 我父亲就跟所有朋友看的 就是所有他周边的朋友 看的这张相片说过一句话 这是压在我身上的三座大山 这是我 这是我弟弟 这是我妹妹 我们都在我爸身上的 鸡最深的就是从托儿所接回来 直接上这个新华书店买书 买的什么时候都不买的吗 就是我拿不动了 就是我拿不动这书了 就可以结束了 注重文字的创作 跟文字的研究 所以都推荐我们看文字的东西多 蓝色的背景墙 将思念会现场装点的静谧安宁 乔宇先生生前最为杰出的代表作 《我的祖国》在思念会现场响起 令无数人动容怀念 所有任务人都说了 这个乔京 你父亲这一条大河是我们最喜欢最喜欢的 确实也是 我父亲的一生 可以说我的祖国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就是不管在哪里 作为我父亲的这个孩子来说 这个一条大河的主旋律 在任何场合想起 对我们都是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